众所周知 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出现了300万伪军 这个数字是相当巨大 这也是什么我国在战争的前期中 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原因 对这些汉奸我们是深恶痛绝的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完全就不顾同胞和国家的安危 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 竟然还有中国人卖国求荣 为金钱所蒙蔽 出卖国家 要知道如果国家的重要机构 潜伏着叛徒内奸那将是最可怕的 它造成的损失往往是不可估量的 出卖机密以及实施针对性的破坏 会让我们十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功败垂成 而今天给你们讲的是一个 昔日南开物理系高台生 为了40万出卖东风31导弹绝密 被判枪决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中国的导弹实力也是迎难而上 通过那些爱国科学家们不懈的努力 中国的导弹研究在世界上的排名也是越来越靠前 也正是凭借着这些战略导弹 中国才能在世界之林中站稳脚跟 而在中国导弹的发展历史上 曾有过这么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沃维汉 此人通过一些手段获取了我国的高级工程师郭万军的信任 然后偷卖了我国大量重要的导弹机密 对我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郭万军 昔日南开物理系高台生 前途无量 原本是南开大学物理系高台生 后来成为一名导弹专家 参与了我国某些导弹型号的设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婚礼上 郭万军认识了回国来祝贺的沃维汉 加之彼此是亲戚 两人就这样认识熟悉了 而沃维汉毕业于哈尔滨大学医学系 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沃维汉曾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 毕业之后留在研究所里当助力研究员 之后沃维汉被公派前往德国慕尼黑流血 在德国学习期间 沃维汉被台湾间谍机构策反 成为台湾军情局的间谍 沃维汉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见时机成熟 便按台湾军情局的要求对郭万军下手 之后郭万军在不断的腐蚀拉拢下 一步步陷入深渊 两人受境外间谍金钱诱惑 将东风导弹的七项绝密资料转卖美国 郭万军为了四十万出卖东风三十一导弹绝密 当时他们泄密的可不是中国一般的军事机密 而是中国最致命的战略威射武器东风三十一弹道导弹 几乎多达七项机密被卖给台湾 进而转交给美国 要知道 我国的军工专家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就一直都在致力于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 其中我国相当厉害的东风系列导弹 更是我国无数军工专家的心血 就这样被他们用区区四十万给出卖了 那是多少军工专家的心血 当然恶有恶报 两人最后是被判枪决 枪决真是善待他们了 感谢观看